這個蓮霧很多人都愛吃 對不對 那這個蓮霧裂了 是蟲愛吃還是蟲不愛吃的 這個吳教授 這個裂的這樣好不好 裂的這本身有時候是蟲吃的 有時候甚至是一些飛鳥來捉的 都捉了 還是藥劑的關係會不會 藥劑也會有關係 但是藥劑的關係倒不這麼大 有時候是因為溫度差的 溫度差的關係 裂開了 對 裂開了 它裡面水分很多 溫差太大 然後這個裡面的水太多的時候 那本來就有一點點小裂縫 然後這個溫差太大 裡面的水分需要有一個膨脹的空間 那它就要張開 那是裂的好還是不裂的好 這樣聽起來裂的比較好 因為水分比較多 對 但是一旦張開了之後 水分就從這邊就開始揮發了 對 等到賣在我們手上的時候 水分可能已經揮發大部分了 所以我們農場採的時候採的時候 一旦有裂的時候 在你運輸的過程當中 這裡面實際上就是要長細菌的 最好的一個溫床 因為裡面又有水分又有養分 然後一接觸到空去 所以在這裡開始就可能 產生更大的這個溫床 沒錯 你看我這個都黑黑的 所以可能有滿多細菌在那裡 對 黑的我不會買 但是烈的我會買 真的 你特別挑烈的 我會覺得它比較甜 真的 不然 教授 你會買 你是不是覺得比較甜 通常有 教授沒有辦法幫你解釋了 教授把你忙變120了 通常有裂的 假如說你現在買一堆來 其中有幾個有裂的 那這有裂的我通常不會買 但是我會很肯定說 其他它這一批沒有裂的 它是比較保水的 那麼機會是比較大 水分會比較多的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要選 應該是要選不裂的比較好 因為裂的畢竟風險比較多 它裂開了 那裡面有細菌滋生 農藥殘留等等問題 都會跑出來 而且它這裡面 還會藏什麼蟲 對 是還有 大家注意看 像這個 像你看 這個就藏在蓮霧的頭 在這裡 粉介殼蟲 粉介殼蟲 如果我們看到白白的話 它就長蟲 教授 有蟲 是不是這個安全一點點 會不會 有蟲就看什麼蟲了 它這邊長蟲 但是通常 邊邊這不會長蟲 對 甚至這裡面它也不長蟲 我剛剛講過 蓮霧呢 你這個藥一噴 它這個藥會慢慢流下來 對 然後會到這裡 甚至毛細線下去 對 這蓮霧長在這裡 比如說這個農民在噴的時候 它是下往上 所以你這裡面會有很多藥 會有很多藥 這裡面還會藏很多藥 是 所以反而這上面 因為藥沒有這麼多 它有時候反而要長在這裡 重反而要長在這裡 因為這些藥 比如說露水 雨水 這個留下來了 這個部分 那蟲還滿聰明的 那當然 蟲也是生物 屈其必修是動物的本能 現在知道了 那蓮霧究竟要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愛吃 剛剛教授講說 頭切尾切 吃中間對不對 它會洗小幾遍 那究竟要怎麼洗會比較好呢 來 陳老師 那基本上我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洗這個蓮霧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的方法 可以來使用 包括就是說我們在家裡面 可能都有很多的這種小蘇打 那小蘇打呢 你如果說給它 大概加上100倍的水的話 你就讓你的蓮霧能夠 泡在這個蘇打裡面 因為蘇打本身是鹼性嘛 那你這個農藥如果說說 它是一個酸性的話 那這樣子就是能夠讓它中和一下 這個可能是方法之一啦 那我想說我們在生活裡面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有些小撇步 你也許不見得是要花很多的錢 但是你還是能夠達到 消耗的效果